高端的赛车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起步方式 无动力卡丁车竞速赛让我们找回了那种原始策马驰骋赛场的感觉 当车手坐上驾驶座上的那一刻 这种古老的驾驶方式再一次被唤醒 这也印证了赛车永远都不是富人的游戏 每个人都有追求空气动力学的权利 如果说这种廉价的版车是对速度与激情最真挚的渴望 那么下坡惯性赋予的赛车动力是这个世界上最纯粹最天然的引擎 而最极限的飘移过弯就是人车合一的最高境界 这也正硬了那句话 男人的快乐就是这么的简单 由于这是一项两人参加的赛事 副驾驶员可以通过左右移动改变重心 帮助车辆更快地过弯加上副驾的配重 使得车辆惯性更大 所以车辆就可以更快并且车身更稳 最高车速可超过110公里每小时 由此可见副驾驶员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它除了在起步的时候可以提供额外的动力外 还承担着发动机转向变动 事故救援等一系列除了控制方向以外的工作 所以车手只需要操控方向盘 做出最狠的弯道动作 剩下的一切交给身后的兄弟 你可以永远相信副驾驶员